一直對管大姐屬虎這事耿耿於懷 覺得屬虎的人脾氣都不怎麼好 屬虎的脾氣都不能好 脾氣都不好 脾氣最好 那你這個不一定 反正就是說 要是屬虎得多的話 也得有什麼事 你屬啥裡都有脾氣不好 你不能說都脾氣不好 我脾氣還行 不要介紹我隨口人 我不是現贏的事 那不對勁兒是啥啥都贏 我不對 聽不聽說大哥 可不是所有屬虎的人都脾氣 是 都不一樣 有的 就像你屬兔的 就像我也屬兔 你也屬兔是不是 大哥 我脾氣就非常的緊 屬兔啊 誰要是不順著我 我就不行 手牛啊 都挺好 也都挺好 咱倆的性格是不是就不認輸 那我跟你性格差不多就不認輸 那所以說呀 所以說就是說 鼠兔的別人看都比較溫柔 但是鼠兔也有性格 所以這個你不能跟鼠相去評價一個人的性格 是脾氣大還是脾氣小 這個性格都是跟生活環境 然後工作環境 然後原生家庭 這個又會 對這會 親朋好友也跟我說 你找老伴 找啥不能找鼠虎的 你找蛇呀 蛇盤都有一個顧願婦 你找鼠羊 羊是最文猶 最善良的就是一個鼠 你不能找鼠虎的 鼠虎的過日子要緊兒 啥事你都得聽她的 她說的不對也是她的對 所以你找啥你不能找鼠虎的 但是你自己親自嘗試過鼠虎的嗎 我那個沒有 對呀 你只是聽別人說呀 你沒有嘗試過呀 我就是老爸說猴的 是啊 所以你不能聽別人的 還得是你自己親自嘗試明白不 就即使你跟這個大姐不成的話 以後你再找你也不能光聽別人的 你得自己去感受自己去判斷 還是不行 還是想不開 儘管紅娘一再地跟宋大哥解釋啊 脾氣大小 性格好壞 不能按照鼠香來定論 管大姐也一再地表示 自己性格很溫和 脾氣很好 可是這宋大哥就是油言不盡啊 還是覺得管大姐的鼠相 自己接受不了 就是鼠相吧 我還重視這鼠相 鼠虎的脾氣不好 鼠虎的 就是我不是指著你一個人說的 但是在我家親戚朋友都跟我說 鼠虎的要尖 就他說的對也是對 不對錯了也是他的對 你得給他尖 對於宋大哥的最終態度 管大姐表示自己能接受 就在要離開宋大哥家時 管大姐突然說出了這樣一番話 正好我黑龍家那個妹妹她來了 完了 但是她沒有工作 好像也沒有工作 那過日也是 一點都更小 她今年68 人長得也挺好的 你要是想幹嘛的話 完了我自己給她領著也行 你要給你妹妹領的 不是 不是 你要同意的話 沒事 你要同意的話 我就給她領著吧 完了你們探了一下 你探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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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在鄉林現場 是跟你倆撮合 我沒探了 大姐要給自己妹妹加給她 沒事 好人嘛 你看你也不能說 咱說人人挺好的 你說過日的各方面啥 是人品 一瞅就人就挺憨的候著 你說就差點兒 這場人 你說我也更能做得強 谢谢大家